這隻龍蝦超大的 他的頭在這邊 波士頓龍蝦 你看他的頭 就已經是我的女生的一個手這樣抓起來了 哇 現在爸爸在剪龍蝦 龍蝦 這隻龍蝦超大的 他的頭在這邊 因為我們想要把頭拿來煮火鍋 尾巴的部分 就是拿來用清蒸的方式 波士頓龍蝦 你看他的頭 就已經是我的女生的一個手這樣抓起來 你看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 干貝 干貝 那他日出馬頭呢 他就是非常多的海鮮 海鮮 海鮮 蝦蝦這個也是 很多的海鮮冷凍的 生食等級的干貝 他可以直接做生吃 那他出貨的時候都是 冷凍包裝 沒錯 乾貝 乾貝 那這個呢是冷凍生白蝦 他吃就一整盒的 他就是一定要先料理過後才可以食用 不要把它退冰就直接拿來吃了 這不行生吃喔 這 那這個生食級的干貝啊 我們想說 用 奶油煎烤它 這樣子小朋友也可以吃 那我剛剛的話也是有直接生吃 我覺得他的味道就是很奶油的味道 直接單吃 還可以吃得到奶香味 就是像可能在 日本料理啊 裡面的店面他們 他們會用的這種干貝的味道是一樣的 那這個龍蝦 就是剛剛K先生 已經把它整個都把 下面的肚子這邊的 算是殼嘛 把它都已經剝掉了 因為這個尾巴的地方想說 用蒸烤爐來料理 那還有這個白蝦的也是用蒸烤爐 那上面就是可以撒 海鹽或是一般的鹽巴 就是讓它做一點調味這樣子 這樣 上面就是可以撒 海鹽或是一般的鹽巴 就是讓它做一點調味這樣子 你們有看到那個嗎 蒸汽一直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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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味道好香好香喔 哇 這個是龍蝦跟剛剛的白蝦 那上面我們是因為 只有撒鹽巴跟海鹽 這樣子 那待會就來看看囉 所以我覺得 家裡面有蒸烤爐 真的很方便 你用蝦汁啊 然後去蒸其他的海鮮 我覺得都非常的輕易又簡單 它這個干貝 是這個有一點烘度的 它不是那種 就是煎完之後整個都 牛醉 裡面現在是全熟的狀態 還可以維持這麼大顆 因為它送來的話大概有一二三 有三 有放三四天左右 但是它的新鮮度還是保持得非常好 就是你突然想到說想要吃火鍋 或者是跟朋友啊 想要約在家裡面聚餐啊 圍爐啊 過年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個都還蠻適合的 就是簡單的料理這樣子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這一次的料理 心得分享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我們喔 還要在影片下方幫我們點個讚 那當然最好幫我們訂閱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這一次 我們料理在哪裡買的嗎 那下方有更詳細的資訊 提供給大家喔 那下次見囉 掰掰